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海洋凡 我是王孟平 首先先请大家扫描画面右下方的QR Code 订阅非凡商业台的YouTube频道 我们所有内容都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做更新 提到这武汉肺炎是感染了全球股市 在金属年开红盘 台股狂泄将近700点 再度创下史上的最大跌点 而这到底是一次性的补跌呢 还是恐怕会有大幅度在拉回修正的危机 面对在疫情的升温 会不会重演在2003年的SARS风暴 那空手者应该出现什么样的讯号 才是最佳的出手时机呢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为您邀请到 情态学专家杜富国杜老师 你好 主人好 大家好 另外则是在邱鼎泰副总 副总好 孟平好 大家新年快乐 所以在金融市场有多恐慌 这金属年开红盘 没有想到行情大跌了700点 多工的观察先来看到 武汉肺炎在短短30天 全球感染已经达到将近8000例 瓦尔街投行甚至警告说 在武汉肺炎的冲击比SARS还要来得更大 那面对FED这一次呢 利率维持暗兵不动 但是连准会主席鲍尔说 武汉肺炎恐怕会成为全球的经济风险 虽然我们的财政部次长阮清华是说 台股下跌是正常的能量释放 认为说国内其实基本面都还不错 投资人不要过度恐慌 再说我马上就把大盘的K线图 敲出来看 旧线论线来看 我们就先请形态学专家 杜老师带我们看 台股这一根的日K棒 是不是出现破坏性的长黑K 大家说的一路的多头 现在已经趋势反转了吗 是的 趋势是反转的 那我们来解读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来想一个时间点 它为什么在今天 而不是在国立1月1号 所以这代表是跟你的池当有关 跟什么有关 跟子年整个池当有关 那首先在这地方的话 先祝大家过年新春都快乐吉祥 另外也是祷告 这一个对人类不好的 这个事情早点结束 但是这样的影响之后 如果带来我看 我带来那个图形里面来看 K线里面的时候 它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一根是一个反转K线 因为第一根K线是转坏的 对 一开反就跌这么多 最后收盘将你跌了700点 对 那如果看到我带来的第二个图形里面 我们就来就线论线来看 最后收盘比赦还严重 请看这一个我解决点是11777 它本身是在高档相对一个头部区域 在高档做投同时出现长黑破线 若没站上11777 则反转 好各位你只要记这个结论 他破颈线破月线破季线 而且量能3000多亿 高档巨量长黑贯穿颈线为有效的向下跌破 我们把这记忆下来 我们就线论线来看这件事情 所以因此在这个地方 可能要多讲一点 因为在小年夜 我是以奇门顿亚来讲股市 当时讲的时候 我知道很多人看好 可是我就起门盘来看 就是说开春就是一个大跌 哇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存在 因为我们在预测 我在做预测 股市也做预测形态学 那我同样用起门盘来做预测 那结果这件事情出现 肺炎也出现 代表这个持党今年整个都是不好的 因此我们在这地方 重在操作 所以我们再看到线里面 因此在我们就不多讲说 今天这个重做可以下图里面 它今天的重做之后 我们主要盯的是全职股 全职股里面我带个图卡 那个出现 你只要盯它 这些里面没有止跌反转之前 股市就是往下 而今年第一天的这个开盘 就它是讲的是我们今年的根子年 因为金生水这个每年都不好 上次的SARS是2002年是在离工 现在在砍工 所以是不好的迟到 我们要把自己持盈保态 不好自己 所以这里面的话 如果今天我们看 丁台积电 这些股票没有往上的话 就是说孔海市碟零百码 它没有往上的时候 这个盘就是整理 震荡整理 而在第一季会面临比较巨大的 激烈的整理 今天就这样子了 那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在如何操作 我会有操作策略给大家 重在操作 不用在意说它今天是怎么样的 会怎么样 对 肺炎会怎么样 你戴好口罩洗好手 接着呢 股票市场的时候操作里面说 既然在看我的K线图里面 高档出现这个正常投行贯穿景线 没有站上景线点之前往下走 因此在风火轮战法里面 这边是上涨的 这是下跌的 所以我们现在将轴线 拉到全部往下跌操作 就跟大家讲一讲 各位我们股市做了三十几年了 常常跌都一样 但是我们重要是 我怎么去顾好你 假设有赔钱 是不是该做停顺 然后如果钱很多做等待 那如果有赔钱 我等待低点再来买进 因此在今天排面里面 在开春的第一根红线里面 叫做巨量长可以很乱 何时止跌要等到 已跌止跌稳定以后才会止跌 所以我跟大家关心你们说 你怎么去操作 我先把结论给大家 还是说我不能跟你讲三件事 不跟你讲说有大手护盘 所以可以支付虚报 二价格跌多了就是利多可以买进 三我改做长期投资 我百折不变 因为在这一个转折点的时候 这三个不要不要不要 是我们保命的最重要的 把钱留好不怕没财烧 盯好非凡的所有的节目 会告诉你何时是一个好的买点 好所以在保命的策略的时候 大盘一反转甚至呢 可以看到开红盘当天 毕竟有300多档的个股市打到跌停板 那现在大盘的涨跌 当然要紧盯全职股没有错 不过要请教邱婷太夫总 因为原本大陆股市 是要跟我们一起开红盘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就是它延后到下个礼拜一 大陆才开盘 那甚至很多的企业公司 他们要到元宵节过后 2月10号才开始这个恢复作业 所以大陆的开盘 对于全球股市来说 系统禁风险会更大 当然会啊 因为主角是他们 因为大陆一直在封闭当中 事实上包括给世卫组织的话 都还是有保留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事实上我们看这个盘 应该是这样说 以常理来推论 因为对于这个疫情的 到底怎么样 我跟大家讲 我们先今年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最后就是 美国是选举年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国选举年 我给大家列的那一张图表 或许跟现在这个时间可以 吻合在一起 马上导播上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 就是说 美国总统大选平均年 你看 前面那个绿色的地方就是跌的 是 美国总统大选选几年的前半年 是跌的 你这样看得清楚吗 前半年 底下是7月 有没有 7月之后才开始一路上钩 所以美国股市的前半年 本来就是大幅的震荡 甚至下沙 那你现在看前面我们一二二月 有没有 刚好就碰到这个时间点 也许是个凑巧 刚好有个所谓的武汉肺炎 是 那这个地方刚好拉回 拉回的时候 也许这两天可能稍微震荡一下 再拉高 那你还有一个到4月5月还再跌一波 如果 如果应该是符合这种 因为它从1990年到2016年 我做的统计图表 那你把它看这个 就是说前半年本来就是有震荡拉回的疑虑 那符合我之前跟大家讲 我们在孟平的连线单位提到说 去年的涨倍股 好几倍的股票 5G的概念股 刚好利用这一次 可能有这个地盐开工 或者说这个所谓的肺炎的影响 影响全世界的情 所谓的这个情绪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讲 也许在上半年 去年涨最多的股票 拉回的幅度会最大 好 那我一样 我讲我们讲的都是统计资料 以往的 这所谓的非典型的 所谓非典型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疫情的话呢 包括SARS MERS 还有一波拉 还有我们跟大家提到的 可能这一次的话 我有提到过 像这个 这个平均的每股跌幅 都是百分之4.7%到百分之5% 这一次台股封关期间 每股大概跌幅都1到2% 对对对对 所以它还有跌幅 还有跌幅 但是它 因为到了美国本土 好像这个疫情都没有那么那么严重 对 所以我们以美股来讲 因为美国当年的SARS台股跌了一大段 但是美股是震荡的 后来大概这个SARS一结束的话呢 一到一个高预的段 就说我们是用飙涨的 这一点是未来可以期待的 但是我说前半年可能就是没有想象那么乐观 所以先跌后奖 对对对 机会很大 但是如果以美股跌幅大概也只有5%左右 这个我们还可以再观察 当然我说过有几个注意说 在湖北的公司这些有没有 设厂的公司这些都要注意 实际上不止这些 但是这些是去年涨很多的股票 现在湖北已经开始交通管制 对对对对 很多的货物在运输过程当中非常的困难 所以它有些地方是停工的 对 停工的甚至有时候到2月10号过后 停工一天都不得了 一停停止十几天 这个公益店 甚至这个苹果啊 这个苹果两天前啊 这个礼拜不是公布的这个上季的财报 对 营收获利都写历史新高 但是库克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啊 他说肺炎这个问题 恐怕会让他所谓的iPhone SE2的话 延后推出 那当然也有可能 因为一大堆在停工啊 对 那上游就会停工 所以我还是强调 我上次跟大家预测说 去年涨倍股那些PCB光通讯 一大堆的有没有 恐怕今年前半年会大幅的拉回 那也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 大家留意这一些 这一些格局里面的变化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是说 目前的疫情啊 因为这一个 所谓的武汉肺炎的疫情 比SARS更严重 因为传播的速度快 唯一比较 比较 比较往好的方向是讲说 他死亡率到目前为止 大概为止大概 3%到5%之间 没有那么高啦 死亡率没有那么高 甚至有一些部分 但传染力比较强一些 但传染力的速度 是高于这个SARS的 一倍到两倍 以目前的疫情 因为当初的SARS的疫情 只有 总计到最后结束 两个月之后结束的时候 慢慢结束 大概只有5300多例而已 是 现在已经接近8000多例了 8000了 所以它是属于一倍到两倍 速度的再快速的这个扩散 那当然我们还是比较担心说 这个难免影响大家的情绪 不过股市中具有一个 操作的手折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没有拉回何来买点啊 上半年让它震荡一下 相信不少空手的人 在等机会了 有些人等了12000年都没有出手 你刚好利用这上半年 让它震荡一下 当然我们会讨论到一些 可以留意的啊 当然最后还是 昨天就在这一两天 最新的摩根大通的报告 最具权威是跟大家讲说 股市震荡 上半年的震荡 正是入市的好时机 给大家做参考 好所以哪一些真的在压回 等待机会点的浮现 不过现在逢反弹 该解骂的股票也续存在 所以操作策略 接下来等拟定 我们稍后马上回来